去哪儿啊 我们去应天城 百里外要有路隐放客放行 我 我们没有路隐 没有路隐不能过 奴家是去京城巡夫的 你巡夫也要有路隐 你去那儿找他们商量一下 他们要发你路隐 我这儿就放行 快去吧 二位大人 我们想看一张京城的路隐 你要到京城去找谁啊 我失散了十五年的丈夫 你从哪儿来啊 孤司无限 那你在无限注册的户口本呢 你丈夫叫李氏元 是 李氏元 京城大观里 好像没有叫李氏元的呀 大人您想啊 我丈夫的名字里面 有一个元 就是元朝的元 我丈夫追随当亲皇上 就是为了要灭元 所以我想 他这个名字一定是改了 那他现在姓氏名谁呢 我也不知道 听说现在朝廷的大官中 就有二十多个姓李的呢 你能肯定你丈夫当了大官 我不能肯定 这十五年 我都不知道 我丈夫的生死 只是去年 才从老家传来的消息说 李氏元当上大官了 那你老家不在无限 不在 我八年前 逃难从老家到的无限 那你老家在哪儿 安徽涉嫌 涉嫌 涉嫌我知道 涉嫌就是环夕是皇上的同乡 大明开国 封官 封宫 封侯的 环夕寄的 就有二十几位啊 可是你说不出名字 我们怎么给你开录影呢 对了 我丈夫这眉心上 长着一颗黑质 朝廷的那些大官 我们也没机会见呢 就是想见 也轮不着咱们呢 依我看 还是开给他吧 昨天 接到圣旨 金金巡夫的 不得阻拦 这些寻亲的 照得大部分都是大官 得罪不起啊 再说据我所知 当今丞相大人久姓李 也是涉嫌的 倘若我们阻拦了 一位丞相夫人 小心吃不了斗着走啊 夫人 夫人请拿着 夫人 卑职叫严大同 他叫施有霓 严大人 施大人 不敢不敢 只要夫人您记得 我们俩的姓名 是我们给您开的录影就是了 要记住我们 谢谢二位大人 好好好 老爷 兵部尚书许大人求见 请他进来吧 是 许大人请 参见相国大人 请坐 请坐 谢谢大人 徐大人 你这脸生是怎么回事啊 卑职家的葡萄架塌了 正好砸在头上 您看看 这脸啊 别的事 我不一定知道 这事我还不懂吗 我想 你们家这葡萄架子 不是塌了一回了吧 大人 大人见笑了 都是为了那户口供丹 家里面那瓷老虎又发威了 上次在扬州 被纸纳了个小信 大人 还是您给做的没呢 这事别往我身上扯 进京以后 在汉林街 被纸买了座房子 一直没敢往家里搬 这次 可绕不回去了 这个啊 皇上今儿说了 你们这些人呢 又想偷吃 又没这个胆子 下回啊 再借我几个等我也不敢了 下回 没下回了 这回你都躲不过去了 你说你也是 一个堂堂的兵不尚书 能指挥千军万马 怎么在家里 就搞不定一个女人呢 这是 什么女人搞不定啊 李擅长 你想搞定谁啊 你快走吧 快走吧 我们家葡萄架子也打了 搞错 搞错 驾 请问 有个姓赵的女人 带着儿子过关 你放心了吗 是 是有对母子 说是去京城巡夫巡妇 那边发了路影 我已经放行了 没有给你看户口本 看了 那是个军户 是啊 是军户 儿子叫你进入 今年十六岁 按国家法令 军户丹丁 到十六岁 就要当兵 编入政军 他要找的可是官户 你能肯定 那个李氏员 就是京城的大官 这我可不敢保证 这这这种事 我总不能撞大运啊 那不行 在他正式成为官户之前 就得按军户筹丁 我是负责征兵的军事 刚走不远 你要是认死理 你就去追吧 你 你不认为 皇上颁布的法令 是死道理硬道理 来来来 走走走 您是来寻人的吗 不是不是 不知道这两天 您这个遭康安 来了多少寻夫的女子了 昨天开始 陆续有十二位女子前来 不知您这手上 可有这些寻夫人的性命 有倒是有 只是 什么 只是 贫尼答应了他们 要保护他们的隐私权 本官呢 是代表皇上的旨意 来执行公务的 帮助官员们 寻找他们失散的亲人 您只管放心给我 我不会把他泄露 给无官的人 这就好 更不会拿去卖钱 好 稍等 刘大人 请看 这其中半数以上 都在朝廷为官呢 好 您放心 我会一个一个通知他们 前来认亲的 只是这个 寻访李氏源的这位女子 我能见上一面吗 与您同朝为官的确实有叫李氏源的吗 据我所知 现在没有 既然没有 又何必见面呢 曾用名用过这名的倒是有仨 三个 嗯 刘大人 那您让哪一位李氏源来认领他呢 哎呀 这个具体情况就不好说了 这个 那也许是三个李氏源 一个都不是他要找的呢 但愿其中能有一个是他的丈夫 今儿是丞相大人 丞相大人 丞相大人 丞相大人来了 丞相大人 丞相大人 李大人 刘大人 刘大人 听说皇上派你到 遭康安去了 啊 呦 李大人 您也知道有遭康安这么个地方 现在遭康安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啊 你没听说过吗 可不是每个安都叫遭康安的呀 是是是 这我知道 丞相啊 现在这个遭康安提起来 可是大大的有名啊这个 怎么样 听说你已经给好几位牵线搭桥了 破了 哦 你你你你 李大人 您这个好啊 前无婚事后无小妾 这事跟您没关系 当然当然 当然 跟我没关系 只是我身为一国之相 也得关心关心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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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你手头有一个黑名单 什么黑名单 嗯 嗯 别嚷嚷嚷小点事 哦哦哦哦哦 能不能让我看看就瞧一眼一眼 丞相 这事涉及个人隐私 跟您又没关系 算了算了 是是是 当然跟我没关系 我就露一眼一眼 甭看 我向您保证 藏本没有李擅长 这仨字您放心 我知道 当然没有李擅长 可是我想看看 有没有别的名字啊 哦 您改过别的名啊 改名改什么名 我从来没改 哦 是的 哎呀呀 那大丈夫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我改什么名哦 你改没改呗 急什么呀你 这不就问问嘛 对不对 嗯 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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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写什么呀 没写什么 是画 画 要是画那我更要看看了 不是 再画不好 把手挪开 别 我就是想给你画一张小像 让你挂在咱们的卧房里 你瞧瞧你 你说我这么一个大活人 天天在你眼前画 还有必要画在纸上 挂到墙上去吗 主要是我 我想表达我对你的一往情深 来来来 把手拿开 我看看 画得真不好 这是我吗 这也不像呢 是的 我说了不像嘛 你看看我 你看看 好好看看我 我有那么瘦小吗 你看看 不是 你自己大概都忘了 当年你长的面容就是这般清秀啊 走去路来 恶魔多子 算了 我看啊 你画画也不过山尔巴刀 什么时候有时间 把宫廷画院的王菊请过来 替我啊 好好画一张 不过 你也不要太晚了啊 是的 早点睡觉 早点睡觉 施主好啊 请吧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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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